今天这个船风浪也不大 但是这个船颠簸的真厉害啊 就像这个有个锤子在下面砸那个船底一样的 哎哟真是有点初次坐这种船还是有点受不了 虽然我不用船但是总担心哪块钢板给打掉了 这不船就沉了嘛 今天买的是一个水路连票 所以说这个坐完了船就坐汽车 然后汽车直接就给送到了旅馆 这还不错 这种服务很好 今天在旅馆 安顿好之后就找吃的 TripAdvisor上面有从200个餐馆当中选出来的一到四名 我现在来的这一家是第四名 布达利 旅馆对面的楼下好像挺热闹的 然后我就进去看看 这一看哇真是 里面一家一家的小店铺 塞的满满的 然后热烘烘的 当然有风扇在那吹着 但是还是非常 不是特别 环境不是特别好 也没看到有什么顾客 就是这些摆的东西 店铺 我也不知道他们一天能 能有多大的营业额 哎呀 反正是够强 好可爱 好可爱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好像都卖的是同样的商品 比如卖这个 果仁的 那就是 我看至少有几十家都是卖的一样的果仁 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 直接有什么竞争的价格是怎么弄的 反正是 很难做成一笔生意 我觉得 很难啊 很难做 总之是无效率 创造不出来东西 那栋建筑的外面呢 这条街边上就是卖水果 然后大家好像 摊很多 但是大家好像卖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 你说他们这工作一天 没有任何效率 能挣出钱吗 根本挣不出来 但是 大家都该那么为耻了吧 看没什么人买东西 我也就买点吧 给他们做点贡献 啊 啊 这个城市 天还没黑 所有的门都已经关了 所以这会儿出来找个饭吃 啊 都很困难呀 嗯 嗯 叫这儿还有一家华人的中学 哎 这倒是挺稀罕 走在街上 发现他们还有这种华人的传统 还有这种武师队 我记得在达拉斯好像也有这种 嗯 真巧啊 这个就是200家餐馆中平出来的第一家 看着这些food也没什么胃口 嗯 反正有点大失所望 这200家中第一家也就是这么个样子 啊 寄来了 就订两个尝尝吧 反正是 不准备在这里 吃饱 再出来找点东西补充补充吧 看有什么能够吃的 今天什么找吃的也没找到 算了 明天再说吧 这已经很晚了 可是对面hotel 没有一个灯 总之 来到这个城市有点大失所望 嗯 这个 要吃的没吃的 嗯 玩的好像也没有玩的 嗯 所以呢 不建议大家来这里呀 明天见 明天见